-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Y跟你看店 讓看店跟我跟我 我是XY 歡迎收聽H&M365 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我們將會用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 和一部影劇作品 帶你了解歷史上發展一些重要的事件 好了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又再度的歡迎歷史小白 打西 嗨 我是打西 你今天在吃東西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我們今天分享的東西 好像不太適合吃東西 真的嗎 那我先吃飽 好 你趕快吃 好 你講 我們今天的時間是來到了2022年的3月20號 我們將時間拉回到1995年的3月20號 東京地鐵砂林獨慶時間 這件事情呢 我不知道大西有沒有什麼印象 1995年一個非常重大的社會案件 是那個什麼在上班時間然後地鐵有毒氣 然後什麼麻原彰晃這個人嗎 欸 對 欸 你沒有概念的耶 那就這樣 我只記得這些名詞而已 所以你知道麻原彰晃這個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查過這名字 他們是有點像邪教的感覺 是是是 對 就大概這樣 好 基本上呢 這個東京地鐵砂林毒氣事件呢 是發生在1995年的3月20號的上午7點到8點之間 這個算是日本上班的尖峰時刻 當時的這個日本的新興宗教團體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奧姆真理教呢 總共有10個信徒呢 他們是以兩兩一組的形式 在東京地鐵的5輛列車上面的分別釋放毒氣 那當時的這個砂林毒氣呢 他們的做法呢 是先把這個毒氣 就有點像是液體的方式 放在這個寶特瓶裡面 然後這些人呢 我剛剛所提到嘛 就是說10個人然後兩個兩個一組 所以總共5組嘛 他們兩個人兩個人就是把寶特瓶用這個報紙包在裡面 然後就是有點像是夾著報紙上列車的人這樣 然後呢 這時候呢 他們會帶著雨傘 然後這個雨傘的尖端呢 其實是被削尖的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報紙放在地上 然後用這個雨傘去戳這個寶特瓶 然後讓那個液體流出來 然後這個液體就被氣化 然後變成毒氣這樣子 原來 對 所以他們的做法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他們上了這5輛列車嘛 然後就用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那種方式 然後去釋放毒氣 總共是造成了13個人死亡 然後6000多人受傷 好 大概有5萬多人受到這個不同的影響這樣子 對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嘔吐啊 或是一些比較輕微的生理反應這樣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嚴重就已經就是過世這樣子 對 那我必須提到就是說 其中一個就是在日比古縣的A720S列車呢 它是這起事件當中呢 死傷最多的一般列車跟小船馬丁站這個站體喔 裡面是死傷人數最多的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呢 這個奧姆真理教裡面負責這個所謂的科學技術的幹部啦 他呢名字叫做林泰男喔 就這個林泰男呢當時呢 他多帶了一瓶 所以總共這兩個人一組嘛 所以他們總共帶了三瓶這個毒氣罐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這個林泰男他也是比較熟悉這個毒氣的操作 所以他有多用他的那個削尖的雨傘 在這個瓶子上面多戳了幾個洞 所以就是讓這個毒氣散發的比較快這樣子 那這個毒液散播出來之後呢 這個最要命的是呢 這班列車啊有民眾看到了地上有那個東西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瓶子啊 跟這個報紙啊 就是踢到這個列車外面 然後就踢到這個月臺上了 反而造成了月臺上面的人 就是吸到這個毒氣 所以就讓這一起事件 這整起事件裡面呢 這五臺列車裡面呢 就是這個日比古縣的A720S列車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是他多帶了東西 然後多戳了幾個洞 然後他很熟悉這個 然後就會有人就是把這個毒氣 然後踢到了這個月臺上面 然後造成了更多的傷亡 所以大致上啊 這整起事件的發生過程就是這個樣子 對那當然就是毒氣釋放之後呢 這個東京地鐵就緊急在停止啊 然後就緊急疏散了旅客這樣子 那當時的這個自衛隊隊員呢 就進入到這個車站裡面去寫助這些清理啊 直到隔天才回復營運啊 對那我記得當時的新聞報導啦 就是有空拍一些畫面啊 然後就是現場有很多人員在進進出出這樣子 對所以我記得我那時候1995年 好像國小吧 就是我就問我爸媽說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記得我爸媽就說 有人在那個東京地鐵裡面放毒氣啦 你為什麼會關心到這種事 沒有我就是好奇 你太國小欸 我就只是好奇說發生什麼事情嘛 嗯 那因為你知道什麼新聞畫面什麼我一定看不懂啊 所以我爸媽就說 就是有人在毒氣 有人在地鐵裡面放毒氣 那你能懂毒氣是什麼 對我就問他什麼什麼是毒氣 他就說啊就是就是有人死掉了這樣子 有人放那個有毒的東西這樣子 對就是我的印象就停留在那裡 但是我我長大之後 我後續去看這前起事件的時候呢 才發現說喔原來這個我們剛所提到這個麻原彰晃啊 嗯 哇你仔細去看他的生平事蹟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為什麼日本會有這樣子的人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要介紹他是不是 也不用去詳細的介紹啦 基本上就是奧姆真理教他是一個新興教派嘛 嗯然後這個麻原彰晃他聲稱自己是 什麼什麼的轉世然後自己是什麼什麼神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他手法有點像這個好像同一時期 台灣也有發生什麼的宋七利這樣 喔就是我有分身 嗯我有這個照片為證 嗯或是我有一些信徒然後來證明我所謂的神機 嗯我覺得日本好像一直都有這種 他們一直都有啊 對就是這種就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壓力很大嘛 對這個人的那個壓力都很大 生活壓力都很大 所以他們可能會 呃這個心靈上面會比較依賴在這些宗教團體上面 嗯這樣子所以就好像這種東西就還蠻難去杜絕掉的 嗯總之就是這些信徒好像也多半是那種 泡沫經濟下影響的年輕人這樣 喔對所以好像就很容易被這些信心宗教團體給影響到 他們意念不堅定 對我不能這樣講了但是我覺得 可能麻原彰皇他真的很會講話 好吧 但是不管怎麼樣就麻原彰皇他當時就是號稱自己有超能力嘛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這樣的年輕人信徒 嗯但是他到了在1993年之後就開始發動一些所謂的犯罪事件 然後目的是為了要顛覆日本政府 然後建立他們所謂的理想國這樣子 喔對那當時就是有受到一些警方跟法界人士的關注 甚至是有一些可能律師要去起訴他了這樣 嗯就找到一些證據要去起訴他 然後可是他就是開始就是去策劃一些 可能鞏固他勢力的一些恐怖攻擊 嗯包括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那個律師喔 嗯他叫做版本題 嗯然後當時這個律師呢 就是因為準備要去起訴他 然後他們的這個信徒就有衝到這個律師的家裡面 然後把他們家全部滅口這樣 天啊對就是 就為了這就是為了鞏固他欸 就是為了要對然後甚至是有計劃一些恐怖攻擊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講另外一個 那這一個東京地鐵毒氣事件 其實就是其中一件事情 喔 所以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呢 這個警方就立刻去搜查他們的教團總部 嗯在他們總部裡面就搜出了 包括這個毒氣製造的設施 嗯甚至是他們在這個搜查過程之中 得知了他們未來要發動更恐怖的一些恐怖攻擊 嗯包括他們看到他們有買直升機 哇他們要用直升機上面去散布這些毒氣 然後幸好被找到了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比如說卡車 嗯他們就那種卡車後面就是裝的那種毒氣的設施 然後又就是沿街去散布 就像你知道那種消毒車 對啊後面不是會有那種什麼風扇 然後開始就放那種白色物 所以他們用這種方法這樣 他們打算用這種方式 然後去散布這些殺零毒氣 所以就是幸好警方有先去搜索到這些東西這樣子 嗯所以才讓這個事情曝光 然後全國才知道說喔原來我們這個國內有這樣子 這麼可怕的一個宗教團體這樣 我還以為他們要說原來他們這麼有錢 欸這欸對其實我 但他們才十個人欸 十個人可以這樣子 沒有他們教團到後來其實蠻勢力蠻龐大 但還是很多錢啊去哪裡找那麼多錢來 呃當然我這個這個這個其實我們現在講當然會很難想像 但是我覺得台灣其實有類似的團體啊 哦好啦也是只是只是我們好 我不是說他們是邪教或是怎麼樣 對他們也沒有畢竟他們也沒有去什麼 去做一些很積極的東西啊 但是你常常在生活之中有可能會聽到有些人可能去信了某些宗教 然後可能就是全盤投入了這樣子 對他就是全心全意把自己都掏空了 對對對然後可能付出了金錢然後一頭空 然後甚至是你知道家破人王子 然後欺禮子散這樣子 或者動用自己的動用自己的人脈 然後搞來這些東西之類的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們不要看什麼日本這樣子 他們只是做得很激進 不是比較激進是很激進的行為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種宗教團體成長 就是我覺得有點趁虛而入啊 就是在人軟弱的時候呢就是跟你講說 啊我們這邊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依靠我給你歸屬 對我們有教主 然後我們有一個手勢 然後我們可以去給你賣聖水 然後賣聖水的一瓶就賣很貴等等這樣子 對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有在描述這些事情 不只是奧姆真理教 但不管怎麼樣啦齁 就是這件事情曝光之後呢 警方也搜索到這些市政之後呢 奧姆真理教就包括麻雲章謊在內 等很多的這些重要的幹部們就遭到了逮捕 那麻雲章謊本人呢 在2018年的7月6號 就因為犯下了很多的這些案件喔 所以就被執行死刑 所以他現在是已經伏法了這樣 那他的信徒不氣炸了嗎 那現在我記得奧姆真理教好像是有改組啦 就是這個宗教呢 在2000年的1月的時候就破產了 嗯 然後就改組然後改名叫做阿雷夫 What 對 聽起來很像你的拉麵店 阿雷夫這樣子 A L E P H 對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logo阿雷夫這個logo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他的前身就是奧姆真理教 好的 對那到現在還在喔 是喔 那他們現在在幹什麼 就是他們現在比較不會去做這種事情啦 去募款是不是 對但是基本上就是有去參與這些恐怖攻擊啦 包括麻雲章謊在內的幾個比較重要的幹部 性徒有被定罪的喔 目前都已經全數伏法了這樣子 喔 對就是這個團體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了這樣 嗯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事件啦 嗯 那有沒有一部電影或是什麼影視作品 是在描述這個東京殺林毒氣事件呢 嗯 我查了一下好像其實蠻少的喔 有些可能是日本他們當地的一些電視台所做的一些專題啦 嗯 或是一些可能日劇多多少少有可能會提到這件事情這樣 但是沒有一部專門的 專門在講這件事情 嗯 那我們這邊所推薦的電影呢 是在2001年所推出的一部日本電影叫做 日本的黑色夏天冤罪 嗯 對那這部片呢 它是以奧姆真理教所發動的松本殺林毒氣事件為背景 喔 那這個松本殺林毒氣事件呢 是東京地鐵殺林毒氣事件的前一年 嗯 所發生的事情喔 那這件事情大致上的樣貌就是奧姆真理教的信徒 他們在松本這個地方的街道上面然後直接放毒氣 蛤 對直接放毒氣就是無差別攻擊 嗯 然後導致了八個人死亡 然後六百多人受傷這樣子 也是很多耶 也是很多 對所以就是在這個城鎮裡面就是施放毒氣嘛 嗯 那當時的這個案件發生之後呢 警方就鎖定了第一個報案的人 嗯 他被設有重嫌這樣 嗯 那因為呢很大原因是因為呢 我覺得日本蠻有趣的就是說呢 他們很常發生這種你知道這種社會案件 嗯 然後警方他們已經就是有一個歸納就是說 很常發生就是兇手啦 或是這些恐怖分子喔 嗯 他們會重返這個現場然後去看自己的成果 嗯 所以他們通常啦齁 很容易會把第一個報案的人當作是 嫌疑犯 對對對所以他們就鎖定了這一個第一個報案的人 然後結果好死不死就是這一個人的家中 嗯 就被搜出了農藥還有他可能平常有在玩攝影的一些 可能顯影劑之類的東西 嗯 所以這些化學物質啊 他們就是有去推測就是說啊 這些組一組啊那邊配一配什麼的 就會有殺林毒氣出來 嗯 所以這個人呢基本上呢在當時的媒體新聞報導的 渲染之下呢就幾乎被當成是犯人 嗯 對結果呢是直到東京地鐵的殺林毒氣發生的時候呢 這個人才被確定說洗刷了他的罪名這樣子 嗯 所以其實他整整一年都被認定是犯人這樣子 嗯 所以我們今天所提到的這一個電影呢 就是在以這件事情為背景 那這部電影的故事其實是透過兩個高通生 他們為了要拍新聞紀錄片 嗯 所以去重回了這個松本這個地方 嗯 然後要去記錄這整起事件這樣子 嗯 然後當然裡面就會扯到一些可能警方的一些對談啊 或是他重返這個現場之後呢 對當地的一些居民的訪談這樣子 嗯 結果隔一年就發生了這個東京地鐵的毒氣事件 才讓這個松本事件水落石出這樣子 所以這整起案件的過程是透過兩個高中生的視角來描寫這整起故事 嗯 這部電影就是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嗯 我在查這部片的資料的時候其實台灣的資訊超級少 嗯 好像台灣沒有上映過 對看起來是沒有 對台灣沒有上映過 然後我現在查到的就是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就是對岸的這個網站這樣子 嗯 蠻多那個日本的日文資料啦 嗯 蠻多日本日文資料就是有在講這部片這樣子 嗯 好像在日本的討論度還蠻高的 因為是他們當地的事情 對啊 因為我是覺得說如果是依照日本人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蠻有共鳴感的吧 對啊 可是怎麼不在台灣上一下 我覺得台灣人對這個事件可能不是這麼的熟悉 畢竟奧姆真理教感覺是他國事物這樣 也對 對啊 跟我們無關 對其實我看完這部片之後呢 我好像對奧姆真理教又更加的認識 因為這個松本毒氣事件呢 其實是他們的羅列的罪狀的其中一項這樣子 嗯 對所以我好像 就是你看我包括我們剛剛所提到那個 版本題的這個 律師滅門案吧 嗯 然後還有這個松本毒氣事件 其實奧姆真理教他們所犯罪的這些事實 我相信大家在查這些資料的時候呢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 這個宗教真的是有多誇張這樣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歷史事件啊 還有我們所推薦的電影啊 那這樣聽完之後呢大琪你會1到5分給幾分呢 我會給5分耶 因為是介紹日本的事情嗎 嗯對然後加上 因為你在講的時候其實我已經一直在查他的 你說這部片的資料了嗎 對對對 ok 所以我就是還蠻想看的 真的是台灣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到耶 對啊 我們可以敲網比如說奇幻影展啊 或者是什麼影展 我覺得應該司法影展可以推薦一下 對啊很適合很適合播耶 對啊就是查明真相的過程這樣 真的好想看 敲網敲網 我們敲網司法影展 好啦那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所分享的歷史故事 還有我們所推薦的電影啊 那不知道大家來聽完之後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 都歡迎在留言區塊留言 或在首播的時候來跟我們做互動喔 當然呢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們臉書粉絲團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IG以及各大的聲音平台 也別忘了在Apple Podcast 上留下五星好評 並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薦和分享我們的節目 讓更多人加入我們的討論喔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H&M365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